记者吴婉亭台北报道 中国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 简称春晚 是中国招牌贺岁节目 大牌一线明星抢登台 其中也不乏台湾明星 近来嫌少露面的严承旭也难得在节目上献声献唱 但他却已经唱了一首龙的传人 被知名部落客广告小妹批说 为啥每首歌都要歌颂祖国 还是看周杰伦好了 虽然魔术没心拱 但至少没有在搞政治正确 广告小妹在脸书发文幽默说到 过年期间想说看个春晚 经典爱国爱党的义务吧 结果贝雷格半死 他也指出基本上 本届春晚相当北韩话 他细数整场春晚 中华儿女一词大约出现了78次 中国新时代出现了36次 再加上其他爱国词语大总会 让他直呼这一切到底是怎么了 我能接受煽情 无法接受矫情 广告小妹也对颜承旭的表演相当不以为然 他说好不容易等到王菲纳英上台 乱激动了一把 又被暴龙 颜承旭高唱龙的传人打回线时 更批对方歌颂祖国 搞政治正确 颜承旭春晚线唱龙的传人IP 翻射自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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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射自脸书